你要学会着用月 用月轮内照 照见什么 五蕴什么 结空 空里面产生的是清凉的动作 所以是哪里来的 自己的 你自己的 为什么不让大家外面去拜个师父 外面供养一个活佛 外面求一个什么法 你求张不生 你把头磕破也没用 因为在你那不在我这 我只是教你方法 OK 听明白了吗 不可以搞个人迷信 组织迷信 帮牌迷信 谁是唯一活佛 谁是唯一上师 这个都不对了 为什么 你已经迷登了 你向外再找一个解脱方法 我最近心特别疼 为什么台湾一个同修 得癌症 这个现在快也不行了 但是从他喊师父救命 到现在一个多月死不了 死不了 疼得浑身疼 每天都以为今天就是他的最后一天 因为我让他放下 他求死了 他要吃安眠药 要把自己堵死 我不让 我说你只有受尽最后的一点苦 才能走 天天啊 下一次我有时间 我放他的录音给你们 看你们哭不哭 看你们害不害怕 到死那一天 你们是不是像他一样 求死不得 求生不能 你以为死那么容易 死不了的时候 痛彻心腹的疼 你不做活着的解脱 你活着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练出去啊 你把自己练出去了 你就不疼啊 你的神是不在肉壳身里 你怎么会觉得疼啊 不听话嘛 见我的时间 也不算的 一年多时间 从开始就让他清醒修 从开始就让他修炼 修原神法 不修 不修 这个又遇到个神 神仙法 那又一个大师 给他一个什么药法 那只是外求 最近 我放声音的时候 有时候半夜 我忙 我回家 我孩子在身边 爸爸不要放 害怕 吃吧 救命啊 我不行了 你赶紧让我走吧 你带我走 我只有心疼的份 救不了他 师父能替你死啊 师父能进去 把你的灵给拿走啊 那我就是个大魔头嘛 这种众生的因果 你果报自受啊 佛也救不了你啊 释迦牟尼来了 也救不了你 阿弥陀佛也救 因为人家冤金寨主 不放你走嘛 你的神识解脱不了 你太迷恋这个肉壳身了 当你不行的师父 师父让你练身外身的法 你不练嘛 你不听嘛 你不信嘛 师父也只能干瞪眼 但是我每天还是 替他求 念孔雀明王法 念灭丁耶真言 求菩萨 那师父只能干这个事 师父也不能说 吹口气你死吧 没这个 没这回事 我告诉大家 是自信在你呢 本自清静 你好好好地回去自己去清静去 师父把方法告诉你 清凉地的方法告诉你 不能够 再等着死了再去用它 你现在活着要清凉 就在灭火嘛 就在实体内的众生 在DNA里的黑子 都白子 都化成光嘛 因为你用清凉的月轮之光 去菩提之心 菩提之光去照它 使它觉醒了 它放下怨恨 它走了 最后你死 即便不能够去极乐世界 不能够一生成就 你也是生死自在 欲知时日 修好这波法 拜托 命是你们的 你们原本是佛 六祖告诉你 何其自信 伴自清静 你自己是清静 不是我让你清静 但是你自己迷了 师父通过 他的修炼的方法 来帮你绝 绝了你自己回归 你自己原本的清静 明白了吗 不是师父可以让你清静 师父可以让你成佛 你好好供养我 你好好给红包 你好好地叩头 我将来让你成就 世人行邪道啊 这都是邪魔外道 邪实说法呀 太多了 现在社会上 太多了呀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在干这个事 因为明文立养来得快嘛 我们不能干这个事 真觉醒的人 清良地菩萨摩 是你自己的 不是师父的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